公园里出现了特别的访客 它堵在树上 巧巧地啃着叶片 旁边还有不少它的同伴呢 这些毛毛虫怎么长这么大 它们是谁家的孩子 不久这些幼虫逐渐化涌 又接着破涌而出 伸展全新的翅膀 原来是美丽的凤蝶 在社区周遭 偶尔有凤蝶的踪跡 读会区里的公园 校园尝试它们的七所 凤蝶类是蝴蝶中体型大 外表华丽的一群 它们身着彩色灵衣 在花丛间偏然飞舞 有如蝴蝶中高雅的贵族 花与蝶总让人联想在一块 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 它们在花丛间穿梭彩蜜 同时也扮演着传花兽粉的角色 布道旁的草地上 有一对凤蝶正在交尾 熊蝶能够透过外表与费洛蒙 来辨识异性 并进行求偶 当磁蝶接受熊蝶的求偶 双方便会以腹部相接触 进行交尾 交尾后磁蝶凭借着自己的本能 寻找合适的地点产软 待幼虫发育成熟 便钻出软壳 开始它的新生活 在市区旁的小山 我们可以见到许多的凤蝶 也有人把它们称作燕尾蝶 这是由于许多种类的翅膀 有着如燕子尾般的细长凸起 不过并非所有的凤蝶 都有着伪状的构造 不同的种类也都有各自独特的外表 每一个生命都是大自然演化的杰作 谁说赏蝶飞到荒郊野外不可呢 有机会注意看看行道术 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呢 城市里可不是只有文明哦 不论是居家庭院 社区的绿化植栽 都市化的界面里 曼庙飞舞的小生命无处不在 在你我熟悉的街道中 下一个转角 或许又是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